治龟最简单 哎呀 我的乌龟腐皮腐甲了 怎么越治越严重 还腐水没精神不治饭了 哎呀 我的乌龟白远了 滴了两个月了 乌龟一直闭着眼睛 还不好 哎呀 我的乌龟张嘴呼吸了 泡了一个月 还是不好 丑死了 我的乌龟拉百遍 不吃东西 怎么办 夏天养得好好的龟 为什么到了秋天 就像约好了似的 一只接一只生病了 崩溃 几毛钱买来的龟 已经花了几百只他了 但仍没有救回来 我是命中克龟吗 崩溃了 我真的崩溃了 养龟的你 是不是在每年秋季 有过类似的经历 乌龟生病了 劳神费力费钱去治龟 一致就治了一两个月 身心疲惫接近崩溃 结果乌龟还是没有救回来 实事求是来说 乌龟生病以后 治龟是相当麻烦的事 关键是你花了钱 劳了神费了力 结果乌龟还是死了 确实很让人崩溃 上面说的这些情况 东龟先生在刚开始养龟时 基本都经历过 非常理解这种感受 也正是因为治龟太累人 治烦了 治怕了 所以东龟先生最终 才将养龟思路 转向了预防乌龟生病 大家看东龟先生的视频 也能发现 绝大多数视频的出发点 都是在强调 如何养龟才能让乌龟少生病 不生病 多年实践证明 东龟先生的这套思路是正确的 乌龟不生病 我们自然就不需要去治龟 养龟才能真正轻松 一旦把养龟变成治龟 真的太麻烦太累人 这也是粉丝朋友们 喜欢东龟先生视频的重要原因 确实让自己的乌龟少生病了 养龟变得更轻松更简单了 乌龟生病以后 不好治 容易死 是宠物龟饲养过程中的 一个客观事实 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 如果东龟先生说 治龟其实特别简单容易 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 对于宠物龟饲养 一年当中有两个著名的死龟记 春季和秋季 今年春季那段时间 各个粉丝群里 不断有人在分享一个表格 就是一张列着乌龟生病名称 表现特征 原因 用什么治 怎么治的大表格图片 东龟先生一说 大家应该就会有印象了 说实话 如果说类似的这种表 已经存在二十多年了 可能有点夸张 但说它接近二十年了 还是没问题的 在本世纪前十年 东龟先生刚开始养龟时 类似的表就一直在网上流传着 一直传到了现在 什么意思呢 他说明这十几年近二十年来 大家对于乌龟生病原因的认识 以及生病后的治规方法 实际上就是原地踏步 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乌龟腐皮腐甲了怎么办 挖掉 清理干净 抹药 乌龟中耳了怎么办 挖掉 清理干净 抹药 乌龟白眼了怎么办 还能睁眼 低抹杀菌的药水或高 不能睁眼 扒开眼皮 清理干净浓渣 再低抹 乌龟敢费张嘴呼吸了怎么办 泡某某西林或某某霉素 乌龟白变尝了怎么办 胃麻蜜爱 泡芙派酸或某莲素或涂抹素 乌龟生病以后 类似于这样的解决方案 大家现在是不是十分熟悉 但其实至少十几年前 它也是这样的 像高蒙酸钾 土霉素 清大等 既是当年 也是现在的治规神药 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治规是不是十分简单 挖 涂抹 滴 泡 注射 这些治规方法 至少近20年 变都没变 还不简单 在此 东归先生想提醒一下 看过那张表的朋友 那里面对乌龟生病的原因归纳和处理方法 其实是有问题的 比如乌龟腐皮腐甲和白眼原因 那里面认为主要是水质脏等造成的 其实并不是这样 腐皮腐甲主要是环境应激和温差导致 白眼主要是温差和水面油膜等刺激产生 和水脏不脏没多大关系 绝大多数腐皮腐甲 只要调整饲养环境 消除应激源就行了 并不需要治 温差造成的 鼻尖眼圈发白 主要是稳定温度 其实我们在养龟过程中 只要注意预防好大温差 大水体 温差大时撤出水晒台等 稳定好养龟环境 水质稳定 有安全感 少折腾 就能期待预防乌龟生病 自然也就不需要费尽巴拉去治龟了 预防会让养龟更轻松 当然 有些人会说了 我的乌龟都生病了 你不告诉我怎么治 还在讲预防 不听 不听 简决不听 其实就算乌龟已经生病 了解预防也十分重要 所谓预防 本质是去除治病因子 例如春秋天 为何乌龟赶沸张嘴呼吸难治 因为你只关注怎么治 不知道原因 治也是白治 很容易把乌龟治死 张嘴呼吸是因为温差 我们做预防就是减少温差 没有大温差 乌龟就不容易赶沸 如果温差一直在 就相当于会让乌龟一直生病 你怎么能治得好 把温度稳定住 温差消除 没有了治病因 再治起来就容易多了 成功率会大增 再比如乌龟腐皮腐甲 这玩意其实根本不治命 你不治 他可能真的不会死 温差腐皮除外 但是又有多少腐皮腐甲的龟 被他们主人治死了 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 而且就算没治死 而是治好了 可结果治了好 好了治 一直反反复复 相信很多人也都因此抓狂 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不习惯预防 医治为荣 饲养环境中治病因子一直在 自然就是腐皮腐甲反复不停了 但是只要你做好了预防 腐皮腐甲很难出现 而且就算出现了 也很容易自愈 轻视预防 动辄就是只想知道怎么治 很容易将养龟变成治龟 不仅自己累 还让乌龟跟着遭罪 明白各种乌龟常见问题产生原因 想办法把这些原因给预防掉 乌龟就很少生病 病了也容易好 养龟才能更轻松 结后 东龟先生会将秋季乌龟常见问题 及预防处理方法 按东龟先生的理解 再给大家罗列一下 最后 再重复一下以前说过的话 我们养龟不是为了让乌龟生病 然后去治龟 养龟水平 对于宠物龟饲养者 治龟水平越高 养龟水平越菜 因为你若真有养龟水平 乌龟应该很少生病才是 如果养的龟动不动就生病了 很多时候 并不一定是乌龟体质不行 难养 而是你的养龟方法和环境有问题 方法和环境没问题 乌龟真很少会生病 至少不会养一只病一只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我们节后见